赞 在包含品势、木板急迫与跆拳舞等精彩的软场表演后 金融市新一国小跆拳教室正式启用 将位于活动中心二楼的闲置空间改造为专属跆拳教室 三间金融市体育会跆拳委员会主委的金融市议员同志委 希望在强化教学训练环境下 仍有助于金融市跆拳选手三级衔接 我想这是三级制发展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 从国小 那未来我们有成功国中 金融女中三级的学校可以来做一个训练 那我想在跆拳道发展过去 在我们检疫男副主委等等的教练带领之下 其实曾经在金融市是非常好的成绩 代表金融都有非常拿到非常好的成绩 希望未来在我担任主委之下 我们共同来努力 希望未来在代表金融代表台湾可以拿下更多的奖牌 跆拳社团小朋友拼命的踢击 踢得越快 荧幕上的主角就会跟着跑得更快 这是最新的数位电子化趣味踢击设施 连同志委与校长潘志煌都下场体验一番 潘志煌强调 学校除了建构跆拳教室 更将聘请专业教师及引进器材 希望以推广方式将跆拳融入舰体课程中 让跆拳成为新一国小的特色课程 也让学生透过这个社团活动 结合我们校本的课程 这个国际教育这个广义的范围来做推广 希望让基隆的这个跆拳的推广 能够成为我们城市之光 也让孩子们将来在进行国际交流的时候 动静皆宜 这也是我们成立这样的一个道馆的最初的一个本意 基隆市政府教育处方面表示 跆拳道因为属于室内运动很适合在多余的基隆市发展 目前全市有十多所学校都设置有跆拳教室 教育方面将依各校需求协助科技化训练器材 提升基隆市基层跆拳实力 也让更多学生有机会体验跆拳的魅力 记者张启腾 基隆报道 去之谷